在NBA的历史上涌现过许多天才球员,他们刚进联盟便创下了许多的记录,以下是小编列出几个比较难,打破的最年轻的记录。 你们认为哪个是最难打破的?以下排名不分先后,一、年轻进入NBA的球员,肖沙于拜纳姆18岁06天这个记录如果联盟不改规则就几乎不可能打破了。 2006年新秀是NBA高中生最后一年参选,联盟参考了2001年,到2006年,选秀及联盟赛事情况,在2007年开始规定参加选秀球员必须年满19岁。 这就要求高中生毕业后选择在大学磨练一年,或者参加海外联赛一年两种途径,所以除非联盟该规则,否则基本不可能打破这个记录了。 二、最年轻常规赛MVP,玫瑰罗斯,22岁罗斯的天赋有目共睹,在进入联盟的第三年,便拿下了这个许多球员梦寐以求的MVP,在那一年的罗斯场均砍下25分7.7助攻4.1篮板的数据,并带领公牛自乔丹之后,在自荣英常规赛第一的位置。 这种豪华的表现是罗斯,2006年以来,史蒂夫那时获得MVP后,第一位赢得这一奖项的控球后卫,22岁的罗斯超越了此前23岁时获MVP奖项的传奇巨星昂塞尔德,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这一奖项的球员,现在想要超越这个记录也是很难的。 3. 最年轻NBA FNVP魔术师约翰逊,20岁要知的魔术师,约翰逊是历史第一个拿FNVP的新秀,1980年5月16日举行的NBA总决赛第六场比赛。 当球队的中锋贾巴尔受伤之后,约翰逊出任中锋的位置开始接管比赛,尽管是在客场费成作战,但是他活跃在场上的每个位置,最终成为那场比赛绝对的支配者,得42分,抢得15个篮板球,都是当天比赛的最高成绩。 他也因此打败了朱利亚斯欧文,领军都费成76人队,获得的FNVP表示到现在的联盟进入总决赛是很难的了,更别说一个新秀能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力压群雄,夺得FNVP。 4. 最年轻最佳防守球员,魔兽霍华德,23岁,2009年4月22日,德怀特霍华德当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他是历史上第五位能够成为赛旦赛季,能够在盖茂榜和篮板榜都垄断的球员,前四人分别是比尔沃顿,加巴尔,奥拉朱旺以及本华来世,不过,联盟在1973年,才开始引入盖茂这项统计。 23岁的护华德还是得到这个奖项的最年轻的球员,那时候的护华德无所不能,不过这个记录,如果有天赋一柄,的球员还是可以的。 5. 最年轻得分亡,死神杜兰特,21岁079天在2009年雷霆对阵孟菲斯辉雄,最终114比105战胜辉雄,杜兰特这一场得到31分7篮板次助攻。 本场比赛之后,他已21岁0197天,成为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分王,超越里克巴里。杜兰特的投篮手感柔和,杜兰特历史都是顶级的天赋,再加上雷霆给予的无限开火拳让杜兰特的得分能力最大化表现出来了。 6. 最年轻三双获得者,傅尔茨19岁0317天在2018年,在雄鹿队的比赛中,马克尔傅尔茨替补出场,25分钟,得到13分。 10个篮板和10次助攻,收获职业生涯首次三双,得分、篮板、助攻三项数据均创职业生涯新高,并成为NBA历史上级特伦兹威连姆斯之后第二位在新秀赛季替补出场,得到三双数据的球员。 此外,傅尔茨以19岁318天的年龄超越朗索鲍尔20岁015天,成为NBA历史上得到三双数据最年轻的球员,不过这个纪录对比其他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7、最年轻一万分先生,皇帝詹姆斯,23岁059天,2008年2月27日,詹姆斯在对凯尔特人的比赛中,取得了个人生涯的第一万分,他仅以23岁59天,成为最年轻达成一万分的球员。 此外他花了368场完成一万分,把这个纪录提高了9场,詹姆斯的能力毋庸置疑,而他的稳定性更是令人可怕,这么快拿到一万分,放到现在也是极为困难的。 8、最年轻40分先生,布克,20岁0146天这个纪录虽然有刷的嫌疑,但布克能拿到70分也是他的能力表现所在,毕竟许多球员给他这么多机会, 他也不一定拿得到70分,9、最年轻全明星首发,黑曼巴科比19岁0175天,我觉得最难的是科比的最年轻全明星首发,请记住,这个是首发,19岁的全明星首发,人气和实力兼具,这个太难了,毕竟你不仅要求技好,还有有人气,像莉拉德就是悲剧的存在,你们认为哪个最难破的,欢迎在下面评论发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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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